謝謝主席喔 我想先請教一下主席喔 因為今天排的是 基要任用任務編組及年金改革整體規劃配套的專題報告 那因為我想要質詢的重點在年金改革整體規劃配套的這個主題上 但是我拜讀各個部會所提出來的東西 內容單薄的可憐 看了所有出席的人 我也不知道今天行政院就這個主題 要以誰為當代表 是不是可以請主席裁示一下 看列席的官員到底今天是誰負責年金改革整體規劃配套的 行政院的那個嚴處長 這邊還有包括考試部 那個我們的考試院理秘書長這邊 來請兩個單位好嗎 來因為今天喔 年金改革是新的政府重要的政策 也是大家都關切的 影響的人非常的多喔 今天在施拉法治委員會排了這麼重要的一個專題報告 年金改革整體規劃配套 結果我看所有書面的資料 看出來令人失望透頂啊 那今天行政院 秘書長請假 連覆覆也沒來 是覺得這個專題不是很重要嗎 今天誰有辦法代表政府針對這個 針對這個政策議題發言 誰有辦法代表今天 誰有辦法代表今天 今天有人有辦法代表嗎 如果沒有辦法代表的話 今天委員會排這個專題 請你行政部門出來這樣子的人 是看不起立法院嗎 還是看不起司法法治委員會 不是啦 主席不好意思喔 那時間請暫停啦 因為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啊 年金改革整體規劃配套 行政部門的代表是誰 誰可以代表講話 講的話要負責任的 如果沒有一個人的話 我拜託主席 現在打電話給行政院 派一個可以有代表的人來 那要不然今天在開這個會 不是大家都在混嗎 連立法院也都在混嗎 如果行政部門連一個有代表性的人 都不願意派出來 我們立法部門 要監督的立法部門 什麼話都沒有 是不是可以請主席裁示一下 因為他們到底誰要負責 我到現在沒有看到半個人 很勇敢的站在上面 說這個政策我負責 如果今天行政部門沒有有負責的代表 那今天排這個年金改革整體規劃配套 是在開玩笑嗎 那個黃委員是不是 您可以指定由哪一位來 先做詢問喔 那如果覺得他們的這個答覆 不是那麼的滿意 我們可以另外再重新再來安排 做一個專題是沒有問題的好嗎 OK好來 年金改革會議開會以前五大任務 其中一個是提出年金改革備選方案 來請問現在年金改革備選方案在哪裡 你主席要我指定一個人回答 但是從他們的抬頭 我都不知道誰有這個權限跟定位回答 來你們今天所有練習的人 誰能夠回答這個問題至高份有上來 麻煩時間暫停啊主席 因為他們全部都在浪費我的時間啊 誰可以針對這個問題回答 請直接上來 是不是我們先請考試 考試院的李秘書長先回答你啊 那如果覺得這個不滿意 你看看再另外再請哪一位回答 來來年金改革備選方案 現在在哪裡 請秘書長 黃委員好 因為這一次的年金改革啊 是總統府所主導的 那 跟你沒有關係嘛 不是 我們考試院也是政府的一環 不是啊 請針對我的問題回答啦 對 年金改革備選方案現在在哪裡 知道不知道 現在是 知道不知道 我們考試院的全序部部長 是去參加人金改革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那他是整個整體作業 我只問你年金改革備選方案在哪裡 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有這麼困難回答嗎 這個問題 這是年金改革委員會的 所以你不知道嘛 好來 麻煩有請周部長 請問部長 知不知道年金改革備選方案現在在哪裡 因為在開會過程中 因為也沒有達成非常多的共識 所以目前 那個召集人是 存副總統是 責成購租管機關 要針對委員所提的意見 來做一些擬案 還有精算財務的 所以按照你的認知是 年金改革備選方案 到目前為止 客觀上並不存在 對不對 對 來 請行政院 報告委員 剛剛部長說年金改革備選方案 現在客觀上不存在 他講的對不對 對 目前是由各機關在負責相關的年金的議題 因為年金議題包含 勞工還有國民年金有六大的方向 那目前呢 依照 開了二十次的那個 會議之後呢 那個 預定明年初會 分北中南東去做 所謂的座談會 之後呢 才會根據各界的意見 會提出這樣子的 備選方案 所謂的方案出來 所以目前為止 應該是沒有所謂的 備選方案 只是針對 年金委員會 這個任務啊 你們一開始要開這個會 我大力支持啊 我不管是公開還是委員會 講了N次我大力支持啊 我大力支持的結果 開了二十個會 說要提出年金改革備選方案的 是你們行政院 不是我 今天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啊 年金改革備選方案在哪裡 連方案都沒有嘛 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你們只講簡單的一件事情 年金改革備選方案 沒有達到當初年金改革 委員會設定的目標 沒有任何方案提出來 這樣就好了嘛 第二個 年金改革備選方案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給一個時間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請不要再 把你書面資料的東西 再唸一次在那邊跟我晃來晃去 剛剛的時間都要扣回去 年金改革備選方案 什麼時候提出來 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 主席怎麼辦 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 主席怎麼辦 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 主席怎麼辦 就是一個大致上我們聽取一下現在的一個進程 那那個 黃委員這邊關心的 我們後續我們當然可以要求 針對這個議題我們再來召開 好嗎 那 沒關係今天主席這樣講 我完全尊重主席 第二個問題 今天如果不是台年金改革整體規劃配套的專題報告 我來問這個問題 要求行政部門回答 是我無理 但是今天這個是這個專題報告的其中一個主題 行政部門沒有辦法判 搞得清楚狀況 能夠負責的人到委員會裡面來備詢 我覺得這已經是對司法法治委員會非常不禮貌的舉動了 那當然啦 我尊重司法法治委員會其他的委員 的決定跟想法 第二個問題 林全院長在9月20號公開宣示 黨職併公職要優先改革 來請問法案行政院提出來了沒有 報告委員喔 那個 院長有在指示人事行政總處就黨職併公職 來請人事行政總處女人市長 來 對 來 來人事長請問法案什麼時候提出來 我想這是行政院的職權喔 行政院院長確實指示 然後由林美豬政委 組成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有一些討論 那這些討論完以後其實 它後面會涉及到必須要 有一些不同的方案 但是最重要如果要調整的話 可能職權都還是在考試院這一邊 所以我想這個 雙方應該還在溝通這樣一個過程 好 現在溝通了幾次 報告委員 因為我這個 我們並沒有真正負責這個事情 所以細節的部分 來請問誰負責這件事情 我想行政院有組的一個指派政委來 來處理這個 所以今天負責任的事情 負責任的人沒有來嘛對不對 不過跟委員報告 因為可能今天設定了議題 沒有關係 來第二個 考試院 考試院秘書長 請問秘書長 行政院在9月20號林前院長 做了這個宣誓了以後 跟考試院開了幾次會 目前還在行政演例之中 它案子還沒到考試院 所以現在跟考試院開會的次數是0對不對 是 來行政院 處長 什麼時候要提出來 9月20號院長就宣誓了喔 9月20號就宣誓了喔 今天已經11月21號了 什麼時候要提出來 針對黨職並公職部分 第一件事情行政部門要做的 應該是要去做一個清查 因為這個 沒有關係啊 清查做完沒有 應該還在作業中 什麼時候可以作業完成 嗯 這個 因為 主要是由政委在督導 那 所以你也不是很清楚嘛 目前的狀況 好沒有關係 可不可以回去跟負責的政委講 目前的進度是怎麼樣 什麼時候可以提草案 可不可以會後書面回覆 嗯 好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嘛 可以 不是啊 大家都在看啊 你年輕稿格是 改真的還是改假的啊 黨職並公職欸 黨職並公職 9月20號那一天 我們時代力量的黨團 把我們的法案拿出來了 下午 林全院長馬上宣布 他要優先處理這個問題 大家都非常高興 兩個月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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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考試院也講囉 你們連找人家開會都還沒有 現在也還在清查 法案什麼時候要提出來還不知道 那這個叫做優先要處理喔 優先在哪裡 來 再請任市長 從上一次第一次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有請教詩仁市長嗎 齁 我在問的是年終未問金的事情 以前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以沒有法源依據 財政困窘為由 反對發放 敵案刪除 稅務 人員獎勵金 一樣 以沒有法源依據 及財政困窘為由 反對發放 敵案刪除 在今年的預算書編列當中 兩項 全部都延續馬政府過去的政策 年終未問金繼續編 稅務人員獎勵金繼續編 請問新的政府 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是在野的時候反對 還是執政的時候就贊成 是不是可以請任市長跟大家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 我想年終未問金這件事情 當然 委員提的法源當然是要到法律的一個階段 那 在年終未問金處理的方式 當然是用 我想定了一個辦法 然後這個辦法送到立法院 做一個備查 那這個算是 某種角度算 我不是學 像委員這個法律那個專業 不過我們理解這個 有一點是 有一點 循預算的程序 一個措施性的一個 一個相當於措施性的法律的方式 所以按照 來 先停一下 所以按照文市長的說明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說他們有法源依據的批評 根本是胡說八道對不對 我想不應該這樣解釋 我想 所以民進黨在野時候的批評 到底是有道理還是沒有道理 請回答問題 我想這個需要有一些法源 這覺得是正確的 所以民進黨在野的時候要求 如果要發放這個應該要 好 需要有法源沒有問題 現在的法源是什麼 我想我們現在 現階段所依賴的法源還是屬於 那跟就政府時代的法源有的不同 法源的一個辦法 那我後續呢 我們明年應該會 我另外一個構思 處理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也會設計 不好意思啊 請你回答問題 你們現在的法源 跟就政府時代的法源 有沒有不同 這個是沒有 還是一樣當初是送給 還是一樣的法源嘛 但是這是送給立法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 就是是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批判是錯的 還是你們現在的邊是錯的 因為你剛剛已經跟我講了 法源都一樣啊 不是嗎 但是我想法源的定義 大家也許有不同的一些看 當初是連 連有一個辦法都沒有 好 你現在所依據的辦法 是什麼時候制定的 這個應該是在 100 102年左右制定的 那個時候不是 也是馬來的啊 政府在執政嗎 法源依據拿來的不一樣 沒有這是 102年的時候 立法院在討論的時候 立法院做了一個決議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決議呢 向立法院提出這個辦法 那這次之前是連辦法都沒有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齁 在102年之後就OK 我不是這個意思 在102年之前就不行 我跟我的方法 就是說 一個給付的一個 類似這種給付的一個事情 的法源 是不是完全一定要用到 法律的層次 或者法律來授權 或者是我們透過一個辦法 也經過立法院同意 那這個也算是一種 措施性的一個法 沒有關係啊 我想我剛剛 有一些法律專業 我們再來做請教 如果不只要 我們再來做補充 今天 今天我跟你討教的重點 不是這樣的法源 夠還是不夠 我知道 今天我跟你討教的重點是 核心價值的一致性 核心價值的一致性 102年以後 你如果認為那樣的法源是夠的 那你提那個決議 不准人家編是什麼意思 你到你自己執政了以後 你還是用一樣的法源依據啊 結果你行政部門就編啊 年重問問金是這個樣子 稅務人員獎益金也是這個樣子啊 黃委員我再給一分鐘好嗎 謝謝喔 我的問題很簡單啊 前後的標準要一致嘛 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過去那樣的堅持是錯的 還是今天這樣子的放寬是錯的 我想跟委員報告 雖然那時候我還沒有到政府部門來 不過我相信那時候 民進黨核心的堅持的價值 是認為 年重問問金這件事情呢 是需要有法源的 最好 這是如果你要發 你就應該要有一個依據 那所以呢 在那個時空背景下 立法院就要求做一個決議 那行政院就提了一個 一個辦法 那現在 你現在在講的是102年前的事情 那我現在在跟你講的是102年以後的事情 那我跟委員報告說 以現在來講 我們現在 還是延續這個辦法再發 但是我們明年呢 這個事情到底要怎麼再繼續做檢討 我想我們明年才 會根據委員的這個指教呢 然後再做一個 通牌的一個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啦 就是 這件事情 我們的標準一樣 以前我們在民間社會 以沒有法源 認為不可以這樣子亂搞 批判 批判 舊的政府不可以這樣亂搞 我們對新政府的標準是一模一樣的 今年省預算的時候 這兩件事情 時代力量會很堅持 沒有法源依據 就全部刪 要不然就全部凍結 凍結到你有法源依據再來講 我希望行政部門回去 好好的審 好好的慎重的考慮 你如果真的要發這種東西 負責任的做法 提案修法 趕快把法案送到立法院來 今天如果你們把法案送到立法院來 立法院沒有審 是立法院的問題 你們連法案送都沒有送耶 連黨職併公職9月20號 講得那麼大聲 媒體報導那麼大 大家都很開心 結果到現在還在清查還在研議 草案在哪裡都還沒有看到一個影子 這個是新的政府推動改革的決心跟魄力 因為我真的搞不清楚到底誰負責任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那接著請 好 吳智陽 謝謝